知道当年阎老师那可是大红大紫 而且半相也是特别的端庄秀丽 按现在话讲叫做最佳CP 是吧 咱就小八卦一下 你俩当时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1967年在家里边看电视转播 其中就看沙家帮她演的阿庆嫂 我想说 看电视呢就跟那个家人说 哎呀这个小阿庆嫂不错 这要当我孙子媳妇那可就好了 完了家里的师兄弟呢就心领神会了 就让我呢上家去 跟我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这个谭文英爷爷呀 看了你的阿庆嫂了 想跟你说说戏 我就特别的那个开心 要这个这么大的名家要跟我说戏 我就上家去了 去完了以后呢 先给爷爷上爷爷房间去照面 爷爷上下的大量我高兴喜欢 后来呢我就上孝曾家里头 第一栋给我开门呢就是包饺子 说我饺子包的皮啊就带褶 可是就感觉我气氛不对 那个亲朋好友都来了 完了爷爷呢一会上来过了一趟 一会过了一趟 而且最后老留这么一句话 从今天起咱们可不能种男轻女了 我就我就有点纳闷 完了一个师哥呢就跟我说 说那个谭文英爷爷看上你了 想让你跟孝曾交朋友 当时我给了一句话 我说太早 我十年以后吧 我说我在谭朋友 我说我现在太小 还得够事业 这个人不能胡说 我这十年这一说呀 还真是十年以后我们俩才结的婚 六七年确立的关系 七七年结的婚 七九年有的谭正言 严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当时谭老师有没有给您 送什么定情信物啊 那时候可不讲什么信物 那时候都是穷学生 如果真要爱一个人的话 我就不愿意花他的钱 因为我这是真爱 有的女孩就说 不成你得给我买这个 你跟我太爱你了 我要这要那个的 其实说在我不忍心 她也是个学生 就是她现在 她已经这么大年龄了 她也不少挣钱 我没跟她要过一样东西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谁也没想到 当年那样一个电视的转播 成就了一桩 她就算了一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